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各位觀眾 感謝主持續收看 今天2021年6月22號 星期二 那時間每次都跟玩家講 時間有時候過得很快 一轉眼這樣子 你看我要六七點回到家 忙一忙用一用 再看看那個 最奢侈跟最便宜的對決 又看一下YouTube的影片 再看一下其他的新聞 再整理一下 上班的事情 再讓心情沉澱一下 一轉眼就是晚上 八點半了 所以才跟各位玩家講 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讓自己的生活充滿樂趣開心 雖然說現在疫情的關係 那今天最新的新聞又說 可能又要延到7月12號 第三頁警戒據說 明天應該會公佈啦 因為原本是預定到28號 那預計在上面說要微調整 又可能會到7月12號 所以說 大家還是要想辦法 找而讓自己開心的事情去做 因為真的 不管你是憂鬱 恐慌 恐懼 焦慮 還是要想辦法過好自己的日子 因為真的人生苦短 算一算不到幾萬天 那生活極哥在這邊還是要感謝各位持續的收看 記得喜歡 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生活極哥每天找一個新聞來做分享 做導讀 那也是我剛講的 有時候新聞看一看一轉眼時間就過去了 那另外的話 搶匪頻道的打遊戲 目前還在想說要玩什麼遊戲 反正 找開心的遊戲去玩 不然就是休息 常跟玩家講 逼自己去 痛苦 沒意義 因為我們是上班族 上下班 回家玩完直播 練習 說直播 念直播 玩直播 那也可以知道怎麼去操控直播 不然有時候跟玩家講 你如果不會操控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很多東西設定 真的沒那麼簡單 有些人說直播就打開就可以了 對沒錯 打開就可以了 你有機會 可以試玩看看 雖然我沒有觀眾 但是自己做紀錄 在未來 在十年二十年 回頭看看 就真的蠻有趣的 今天我在原空常跟各位玩家講的 2014年玩minecraft玩到現在 已經玩了 七年了 2014到現在已經玩了七年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時間很快 時間是不會等你的 尤其很多小朋友玩了十幾年的 你就知道了 從小時候 小學 有的幼稚園 不要說幼稚園啦 小學就開始玩了 所以好好珍惜每天的當下 那今天主題是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啦 我今天就想說奇怪 早上怎麼一直聽到 看到有人在 片刻留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 Google怎麼了 為什麼我的手機出現錯誤訊息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那沒辦法 生活型格真的上班太忙 也沒辦法去幫他回覆啦 那他們就是 有些人會幫他們回覆 那有些人就是放著 那我下面有加一個 我的LINE群組 如果有興趣有喜歡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加入LINE群組 那未來有什麼喜歡 想說想聊的 我們都可以在 那邊做一些分享 那群組我這邊還沒貼啦 我等一下有機會再去貼一些分享 那也可以去加我的DC 那一樣熱門搜尋在這邊 下面很多很多網址 下面都有貼 如果喜歡看什麼 都可以往下貼 可以去看更多的一些內容 像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條 搜索十萬筆 今天最多的 第二條 還有立陶宛 立陶宛宣布捐贈台灣兩萬劑 應該很多人沒聽過 立陶宛 對不對 還有北溢中心說 40個工程師確診 那說已經復工了 那這個是五月多的新聞 據說 蠻糟糕的啦 因為都沒有宣布出來 那還有我們的 任 任思琦 任思琦 任賢琦 有一個觀眾叫做任思琦 轟不打弱智啦 被人家誤會是任賢琦 躺著槍 任賢琦躺槍操摧 可能名字雷同 像我剛剛就講任思琦 因為我們唱歌的是叫任賢琦 那有興趣的玩家 一樣點擊下來看 關島打疫苗五萬有找 熊獅七月能成行 魏如軒啊 松雪樓啊 說七月多已經滿房了 鵝歡山松雪樓 預訂沒人退房 鵝滿到下個月了 就是一群人已經訂好位置了 預計七月開放 暑假開放 大家要去玩樂了 那蘇貞昌這邊還是建議大家不要去 因為說實在的 疫情還不算真的很穩定 還有漢翔啊 徐珍珍啊 南投雀神等等 反正很多新聞內容 觀眾朋友如果喜歡 一樣可以點擊下方網址來參考看看 就不知道 找什麼新聞看的人 或者找什麼可以聊的 因為有人說他休假沒事做 不知道幹什麼 或者是有人被隔離的時候 擔心說好無聊 還沒上班也好無聊 上班也很煩 人生就是這麼矛盾 OK那我們來看第一則新聞 這邊有做一些分享跟教學 如果知道Google屢次停止運作快崩潰了 你怎麼解決 第一則新聞這邊可以看得到我們這邊的話 是由梯克邦 梯克邦這邊做了一個分享 那往下看一下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 是否上傳此錯誤訊息 因為今天就是有人傳這個訊息說 為什麼去下載 我去Google 我去找了什麼東西出現這個問題了 就有這個圖示出來 那最近很多網友在社群啊 抱怨啊 抱怨他的一個狀況產生 就是這個屢次停止運作 提個幫這邊的分享 安卓斯手機突然一直跳出 因為有蘋果的 今天比較少用 今天都在忙工作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的訊息 幾乎各種手機品牌都有遇到這種狀況 而且幾乎每隔幾秒就會跳出一次 雖然系統沒有停止運作 但是光按掉這個訊息 就等於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那目前並不知道是什麼導致的現象 不清楚是什麼導致的 那不過啊 先前也有類似這個大規模的災情 當時Google的說法是 因為Google更新 WebFace的系統元件 導致 作物導致的 那現在很有可能的是類似的原因 如果這個問題影響到你的裝置 所有使用 WebFace系統元件的 安卓應用系統 都會不斷崩潰 那這個元件是負責顯示 網內的內容 並且每隔幾周 會與Chrome一起更新 因此你只要將Google mail等 Gmail等眾多用戶用得到的APP 都會發生這種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 的訊息 那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終辦法是 等到Google那邊透過更新來解決 但是你當然等不了那麼久啦 所以你可以去Google Play的商店中 透過搜尋找到 安卓斯SecondWebFace的這個文件 下方應該顯示已安裝 然後點進去勒 在這個頁面按住解除安裝 就好了 好TG幫就分享到這邊 這邊應該還有可以連結更多的內容啦 如果有喜歡的觀眾朋友可以按下方 可以看到更多 那就說只要解除安裝就好了 那有安卓的手機的玩家 歡迎你們去試試看 TG幫的一個分享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網頁分享的這邊是數位時代 我常跟各位玩家講有時候蠻好玩的你看 我放大縮小差好多喔 因為我現在剩4K的畫面 百分比有時候不太一樣 所以我跟玩家講有時候就是 多多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的版頁 才不會說覺得字太大或太小 所以都是要多多實驗 那再來數位時代這邊分享的是 安卓手機狂跳Google屢次停止運作 怎麼解決兩步驟搞定 這邊有數位時代做了一個新聞分享 那如果喜歡可以點擊下方網址 可以參與他們更多數位時代的內容 那安卓這邊也是TG幫 不曉得是廣告還是他們是合夥 還是一起來是怎麼樣 有興趣的點擊下方網址看到更多內容 那最近很多網友在社群抱怨 安卓手機啊 突然開始一直跳出 Google屢次停止運作的訊息 幾乎是各種手機品牌都一樣的內容 那... 已經是最近了 那我是今天早聽有人看到啦 有人在講 所以這邊一樣講的意思 處理的方式 一樣到Google的商店 搜尋這個元件 下方已經安裝了 點擊進去之後 把它做移除 安裝 就... 本文授權轉載至TG幫 這邊都有講 難怪他們也會寫個TG幫 就像我底下有貼連結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採集他們的一個官方網頁的內容 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訊息內容 那也可以提早知道怎麼處理啦 因為你如果上網去找說 我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要找這個問題的話 你會... 在Google上找到太多答案 那我會建議玩家 就像這個科技星報 他們下面就有個搜尋 你如果有關科技的東西在這邊打 他們的訊息會比較完整 也比較讓你清楚 也不會像Google一樣 一打了之後一堆廣告 因為人家只要有花錢就可以買廣告 花錢就可以用廣告 像我這個上次講蜂蜜的 他現在一直跳蜂蜜廣告 還沒結束啊 Google APP 屢次停止運作 這邊有兩招 這邊講的是兩招 科技星報有講兩招 我們來看一下 月22日下午開始 那也不是近日啦 等於是今天下午開始 那就蠻新的一個新聞 一樣安卓式的系統 甚至機身溫度上升 網友紛紛在PTT PTT實驗坊分享 就是Google APP 或Google系統內的 安卓式的Seconds的Weberface 解斷值解除可緩當機 那是這一種啦 那21號試出更新版本的問題 據了解更新至這個版本的用物 就遭遇這次當機 那Google台灣官方回應 我們收到部分使用者的反應啊 Google應用程式 無法在安卓式系統正常使用 目前正在了解並調查情況 情形啦 那其實有時候更新就是這樣 你東西更新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狀況 那現在東正新聞又在講了 三級警戒 你 延你延到7月12 那還是要等後續的一個新聞報導 它到底延到12是 到底是怎麼樣 那還是請大家多多做好防疫吧 那這邊寫的方式 是安卓手機一樣 講的是尋找Google APP 再點選解除安裝 刪除APP Google的APP啦 那或者是 從設定應用程式 走出Google APP 並點選停用 因人暫時緩解當機的一個情況 除此之外啊 先前筆者報導的解除Google 系統原件 安卓斯 這方式也可以參考 讓安卓的手機暫時恢復正常 所以我在這邊跟玩家講很多東西 很多內容 還是建議你上網去尋找 那建議你們加入他們這些粉絲 或加入這些科技網頁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訊息 也可以更早知道 比如科技新報 數位時代 還有我們的提克幫 那各位觀眾朋友啊 如果說有參與這些網頁 有加入你的最愛 不是我的最愛 沒有 就是我的最愛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點擊的方式 直接去尋找我的最愛 可以找到最快最快速的方法 使您都能夠更早處理掉狀況 避免你無法再做任何事情 那今天的Google屢次停止運作啊 那個生活期科 分享就到這邊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喜歡 訂閱點讚點分享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人性始終來自於懶惰 你如果發現 要更懶惰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的一些科技出來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掰掰